蠻有條件 啊~~ 我今天有遇過那個 緊密充斥 給我30秒接近 這個事情不再聯絡 真的假的 那 我現在隨機抽查一格好了 我跟你講 好啊 我跟你們說 這一間真的是太豪宅了 台北市一層兩戶 而且你看外面這個鞋子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比我還武功的 那我們就來按門鈴囉 這個吧 欸 是不是我 耶 親身雨昕 哈囉哈囉哈囉 歡迎乖乖 來 鏡頭往前 鏡頭往前 你真的是我看過 小麥膚色的女生最漂亮的 真的嗎 真的啦 我真的想要點變白 我要繼續曬黑了 所以你是喜歡小麥膚色的嗎 因為我覺得美白這件事情實在是太累了 因為我們已經要維持身材 我還要美白 我覺得實在是心力不夠 所以我決定曬黑 我看起來更瘦 很少女來賓是可以 有胸 然後又是真的練到健美那種瘦那種感覺 老闆妳到底幾公斤這可以透露嗎 我最近 46 47 還跟我一樣吧 還跟我一樣吧 妳幾公分 我168 所以妳高我13公分的跟我一樣重 我還想到妳是重在骨頭吧 沒有我就是屁股很大 有喔有 摸出來喔 QQ的 好 講太多了 我們回歸到房子 今天房子可以透露一下坪數 大概是 可是我這邊含公色大概快七十 當初買的價格 四千億 但是含兩個車位的價錢 其實CP是很高耶 因為畢竟這是台北市 因為我其實是高雄人 然後我 上台北的那十年 我一直秉持著我不想要買房 因為我覺得買房之後 生活品質就會改變啊 因為我姊姊她是風水師 她要做地產 然後她就一直跟我說 欸有一間真的很漂亮 而且重點是她幫我看過 那個地方 真的很招財 你知道我剛來這邊的時候 她其實全部都是毛培耶 外面都是山 然後那個view 我就會覺得 我想要一輩子在這 講一講 我也想要買一間在這裡 沒有沒有 重點是我覺得她 其實沒有那麼 這樣台北市中心 那麼那麼的貴 但我就想說 好吧 我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 也是會在台北 我也不想再一直幫別人 付投其款了 男生那麼生活品質改變了 哇 中華都已經幾乎不太能買精品了 我跟你們講 等一下 有好戲可以看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客廳 好啊 來到客廳後面這一個小區域 我的直播間 所以你都會在這邊這樣子 往後拍 對對對對對 而且這邊很多書耶 平常有空我會看書 我都會看漫畫 漫畫我也看啊 我還有那個什麼 鬼滅之刃全集耶 喔 對啊 然後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是泰國的大鄉 因為我很喜歡去泰國拜四面佛 喔 對應該說我其實 呃 做模特的時候 我覺得我認真開始轉運 就是從拜四面佛開始 所以 我覺得我那邊 我有大的有小的 拜四面佛這次 是不是條件要講 非常非常清楚 其實不管是什麼 跟神明求事情都很清楚 不然他不知道你要幹嘛 你不然要說 希望我試試順利 然後 不知道要順利哪裡 對 你要講一個很精準的事情 然後讓他知道他怎麼樣幫你 是 對 好那我們再去看一下客廳 好的 看到我們這個可愛的粉紅色沙發 通常應該就是可能白色 黑色 這樣 粉紅色真的是第一次耶 這是我的定座 而且這是我以前租房子的時候 舊友的舊友 所以就直接把它搬過來 其實我這邊的家具都是從舊房子搬過來 他剛剛問我說你喜歡病理 我說我超愛我超迷這些 你知道我們現在有一整排是 柴神爺那邊 秋來的什麼魚啊 什麼什麼 兔子啊 放在我的發財位 所以你來分享一下 有幾罐指甲油 這不是指甲油 指甲油跟 這個叫愛神秘之高 是參加過至少大概 50場愛神法會來的 功效就是 招桃花 招魅力 招貴人 我最近有圈內的演員朋友啊 我就跟他說你就加一點在你的乳液裡面擦全身 嗯 嚇到 然後這個是魅力喔 上通告的時候有時候我就會擦 或是如果你跟另外一半在發生關係 你就擦在你的胸部 擦在你的下部 然後就覺得哇賽今天跟你這樣 感覺很夜夜難忘 然後這個拉弧球 請供了10顆 在泰國就是正義之神 專門幫你去小人去施飛 如果你最近覺得你是要哪一個小人的背後弄 你就是把他的名字跟出身裡面寫進去 他就會讓這個人遠離你 其實應該是說我覺得他就有點像 在淨化你的磁場 就算你沒有寫人名進去 就會開始發現 欸你生命怎麼會突然間有小表表出現 啊這個 兔子 這個爆發出就是 讓你工作多才運好 我家其實很多啦 真的好多可以聊喔 下次繼續聊 那我們先移駕到旁邊那邊 我想看一下那個櫃 好啊 OKOK 這是我的收藏� 每次去一個國家 我一定會去買一個收藏 我知道他是從哪裡買回來的紀念 那我覺得我們外面也差不多了 我們該進到廚房了 啊 廚房 我的廚房都是要動 我的廚房 原本以為廚房有什麼東西可以挖掘 就看起來 啥都沒有 超乾淨 應該沒有在下廚吧 很少 炒個蛋就沒了 無聊地方我們不待 好 我們去看房間 好 歡迎來到 我未來可能也會買在這附近 等一下 來跟我當鄰居啦 欸很夢幻欸 欸很夢幻欸 你今天要跟我睡這啊 很圓欸 對啊 這可以睡三個人喔 可以睡三個人 可以睡三個人 爸爸媽媽小孩 不會聽夠清楚 這個是當初姊姊送你的入處裡 對入處裡 因為我姊姊說 如果我們做這個圈子的 演繹或是娛樂相關 其實你要原床才可以八面玲瓏 欸這還有道理欸 對啊 我回家要換原床喔 對啊 下次要姊姊去幫你看 好好一定要一定要 我就拍一集風水大改造 當然沒問題 那我們應該看他廁所 還好其實他找他有欸 只是東西很多而已 就是一個 細長的那種 這邊就是浴缸 下潛至於的東西也太多 真的是很多 好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更衣室 剛剛我在樓下有講到嘛 就是乖乖本身是一個 愛馬仕的收藏家 但是這也是十年前的室了 現在也還是很喜歡 只是說你現在去購買這些精品欲望 應該相對降低非常非常多 我現在對於名牌的欲望是0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 我看到這個 我跟你講這很久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名牌包 大概20出頭的時候 第一次去歐洲 然後寄了7萬塊 那個時候香奈兒真的很便宜 差很多以前 現在這個二級啦 兩倍以上欸 好那香奈兒看完了 好可愛嗎 漂亮 我自己最喜歡Lindy 這個是我最常備 其實這個看起來有年紀了 這樣子的Lindy都是用超過五年以上 才會有這些痕跡 覺得這個好可愛喔 這個是絨布的 但是這個就是只能適合秋冬的時候 好我剛剛看到這裡面混了一個LV 我最後一個名牌包 因為買房子之後就覺得 我的生活 習慣都要改變 然後這樣我後來又創業 因為我以前很少在配後備包的習慣 讓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愛唄 而且它感覺可以裝蠻多東西的 對 好嘍看完包包 看一下視頻 好啊 你真的很愛粉紅色的 好粉喔 對啊 然後我很多這種浮誇的視頻 其實我喜歡去什麼 ZARA BASHKA買 因為我覺得它那邊 款式很多 然後又好搭配 而且都好看 說實在 那 我現在隨機抽查一格好了 我跟你講 好嗎 等一下 你的臉剛好嗎 你看 我的秘密都不在這邊 哈哈哈哈 在那邊 在那邊 我自己個人習慣啦 我東西最隱私的 我都會放在只有一個 我自己個人習慣啦 我都會放在只有一個 喔 沒有 這是運動服啦 全部都你品牌的 對啊 欸我真的沒有媽自入喔 我身上之前也是 這是我們最新的 請答案下通告後 請付那個自入票 好 很辣喔 喔很好看耶 我是自己自創運動品牌的 我真的有賣運動服跟泳裝 還有一些休閒服這樣 OK 好啦那 好像還有一間小房間 想要秀一下 好啦 哇 這個鋼琴真的是 還有我各式各樣的 哈囉Kitty 還有我的迪士尼公主 這一面子 哇你也是很狂耶 你知道這什麼嗎 那什麼 哪一個男人來我家不乖 我就用這個教訓他 什麼東西 我也用一個 我也用教訓 這什麼 我的調教櫃 這個也是啊 這個是簡易版 這個是豪華版 那先看簡易 來到我們吃飯的時刻 在剛剛的過程中 發現鬼鬼是一個很棒 直接就要想來聊一下 蠻有條件 床上肌是蠻有的 床上肌是蠻有的 床上肌有分很多種 你是要會調情的 還是在那個的時候要厲害 我好像都蠻care的 欸我跟你講我遇過那個齁 全力衝刺給我30秒結束 真的是謝謝再聯絡 真的假的 那如果前戲跟做愛技巧 只能選一個 那我要做愛技巧 因為前戲我可以啊 可是我跟你相反欸 如果今天是前戲跟做愛技巧 我可能會選前戲 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氛圍如果感覺一切都到了 後面你都會覺得有延續下去 到怎麼樣都無所謂了 你到底如果前戲超棒 你結果30秒 欸我們剛剛不是才會做愛技巧嗎 沒有才會到秒數啊 我是問你好奇 哇好像都沒辦法欸 辛苦擔心同胞了 加油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你在這種時候 一定要找一個跟你契合開心的啊 當然如果你幸運 你愛他 然後又契合他很好 大多時候不會是那麼好的 我覺得不用到100分的 7、80分就OK 反正現在是單身中 我覺得從來後心思真的沒有那麼多 平常從來忙工作完 還要上課 然後又要跟朋友聚餐 好那我們就先繼續吃 好啊 好的 飯後時間通常都是來賓 一整天在家裡會幹嘛 但今天不直播 不看書 今天我們要來管自己 而且這只是冰山一角 這最常過時光了 聽說有人從來沒有卸妝過 我沒有公開卸妝過欸 OK啦 好緊張喔 這個光給我打大一點 好嗎 這也太可愛了吧 這是小媽的眼霜嗎 就是小媽的旅行組的眼霜 我要去買超小一個 好可愛喔 我眼霜還是只有用他們家的 不會長肉芽 但是你的年紀 用到他們家的 是不是太早了 我已經用20歲就弄了 不會太早了 我覺得根本沒差 有辣眼神 我被騙了 我覺得根本沒差 沒有吧 沒有吧 還是有淡一點點吧 那你有遇過差很多嗎 不好說不好說 不會啦 我覺得願意上我節目的 我覺得都是 很棒 真的都很棒 真的真的 那都是感恩的節目 洗澡囉 哇 睡前談心時間 一個像董田 一個像霞 對啊 我剩下你這樣子 我也想說 這裡應該會很冷 但是 我竟然 遇到跟我一樣 怕冷的 它暖氣開三台 我直接暖身時 好啦 睡前談心時間 觀眾可能想要知道 不一樣 好啊 想要問一下拐 當初是怎麼樣 踏入這一行網拍馬鬥 因為我對你的認識 其實是從QMOMO開始 QMOMO的時候 是我的算中後段 我今年又切新的代言 我代言他們家 大概12年了 你知道你代言他們家的東西 多生火嗎 但是我正要講 穿在你身上 跟穿在我身上的效果 還是不一樣 到底為什麼身材會這麼好 你是不是遺傳的 我其實是易胖體質 我不是天生吃不胖 我以前非常節制的 在吃東西跟運動 可是我到這一年 變成是說 我不吃膚質類的東西 麵粉類是什麼意思 很多啊 麵條 麵包 吐司 蛋餅 冰淇淋也有冰淡 我到底聽了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吃了 就會讓你很容易水腫 然後不容易瘦啊 那是中醫師告訴我 真正接了兩個月之後 不容易胖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吃不胖體質 是可以改善的 聽說你還會打什麼 芹菜果汁 對啊 就是可以代謝一些 冰具 習慣就還好 對 其實我剛剛問的好像是 為什麼會踏入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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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突然開始感受 為什麼會踏入這一行 就是其實我以前 早期是蠻衣服的 然後以前不是很流行 那個無名小站 人氣還蠻高 因為高中就緊 然後做了三年之後 就離職 然後剛好有攝影師問我說 欸你願不願意來拍內衣 那時候剛好我離職 那三個月我就是爆吃 我就胖到60公斤 然後網路上的照片都是瘦的 我就硬著頭皮 為了賺那幾千塊 拼命去運動 然後在拍的那天 我瘦了8公斤 可是廠商看來我還是嚇到 因為覺得 本人跟照片差這麼多 然後就給我衣服收了一半起來 真的假的 但是我還是從那之後 就開啟我的模特兒之路 我本來想說只是賺一個外塊 就沒想到就一路走到現在 那其實做網拍跟拍戲 這兩個路 蠻分差的 對啊怎麼會因緣機會結束到拍戲 我其實模特兒那幾年 拍的非常非常大量 可能累積了一些知名度之後 在媒體上有些曝光 我剛好也是經歷了被打擊啊 就會罵說我就是 喔沒有失利的花瓶啊 然後那時候我也想說 你去試試看演戲 有嘗試了大概兩年啦 後來我就發現 剛好那時候時運也不好 長達快一年都沒有工作 我也是因為這樣後來才創業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每天都在等 不如去主動賺錢 對啊 不要說是等別人給我工作 我覺得這樣太煎熬了 可是怎麼會突然整個斷掉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他們以為你都去拍戲了 你千金公司的時候 你當然就不能再接網拍啊 那為什麼 你的品牌嗎 Stair 你怎麼會取這個名 Dair就是敢不敢嘛 然後我英文就是Sabrina 就是我希望每一個穿上Stair的女生 都可以有自信大膽 就像我一樣 打破自己的框架 你要勇敢的走出自己的世界 那當初怎麼會去鎖定是 運動品牌 是因為其實我那個時候真的低潮到 陷入非常非常大的憂鬱 我那時候大概五十五十一公斤嘛 我憂鬱暴瘦了八九公斤 那時候我大概二十八歲 我對於未來是很害怕也很恐慌 我就覺得難道我就這樣子了嗎 然後就鼓勵我去曬太陽 然後去運動一下 讓自己心情開心 所以我就是結束運動之後就發現說 其實我很喜歡買一些國外的那些品牌 可是都很貴啊 而且不一定符合台灣女生 亞洲人 所以我就想要設計一個就是 很有設計感 然後很符合我們台灣女生的身心 其實是這樣子來的 好啊 接下來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做這一行嘛 公眾人物 像遇到一些比較酸言酸語啊 或是一些網友 重傷啊 就是重傷你啊 我講又沒的啊 我以前超級在意 真的會在家跟他吵架 我是中期才會嗆回去 可是我現在已經可以開開玩笑了 因為我覺得比如說我們一篇天文下面 還有一百個留言 其實就那一兩個人批評你 那其實有98個人很重視你 我去回應那些 我就會忍諾那兩者 本來就是啊 就不用去特別去理啊 對啊 我就不想理他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其實真的討論很多關於性學這方面 研究 你是對這一塊怎麼會這麼的願意大方去看看耳牌 可能是跟我後來創業有關 我就會覺得什麼都很願意聊 尤其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健康 而且對大家生活 不管是個人或是男女之間 都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比如說我就會跟姐妹說 你最近跟男一樓掉老師都SOP一樣 你就那個戰袍穿一下 然後你那個玩具 我還教他怎麼玩 過一段時間說 我男朋友最近都一直晚上半夜就把我抓起來 我說是不是 你看感情變好了吧 所以我是在做很需要 我覺得很需要耶 對 我覺得我很需要 誠想要給大家 我再創一個副業開個班授課 又什麼調情班 情趣培養班 等一下我們關掉我就教你怎麼表演 做結尾 感謝爸爸今天來 謝謝 謝謝雨昕 謝謝雨昕